中一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约尔在会谈中 要求中方恢复畅通无阻的贸易 举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 煤炭 牛肉 海鲜 大麦和木材等 全品的进口管制和贸易壁垒 法约尔接受了王文涛的访华邀请 但没有提出具体日期 法约尔会后表示 双方就一系列贸易和投资问题交换了意见 是稳定两国贸易关系的重要一步 中共病毒疫情以来 中共的贸易壁垒 每年给澳大利亚出口造成的损失 大约200亿澳元 相当于140亿美元 新桃源电视台记者于良 张岳新纵和报道 have left the scene have left the scene